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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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来到最后一天 今年可以说是悲情的一年 臨近年尾, 世界各地疫情再次大爆发 不过同时, 疫苗也正式面世 这个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 这个也可以说是迈向光明的前迹 12月底, 欧美多国 已经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在美国, 至今有超过190万市民 接种了 大家庆高采烈迎接这个历史性时刻 药厂说, 暂时只有极少数人 接种后出现过敏 或者是异常反应 今次我们的纽约主持Johnny 就帮我们联络了 在纽约西内山医院 担任药房营运副主任的 Dr. Billy Sin 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保管 和注射新冠疫苗 他说如何保存疫苗 对医院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由储存盒到我们摆入冷藏柜 我们其实只有90秒的时间 所以是相当是 大家真的要分工合作 确保这个疫苗 是受到他们应有的温度的 现在是在纽约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只需要90秒 把箱子放在冷藏 之后 一旦进入 就会有20分钟 才能够进入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要注意到这个 这个片段就是我们那天 拿了第一次的购物 其实这个疫苗 是一个很小的桶 那一桶就是那个疫苗 下面是干兵 中间是疫苗 然后上面是一个 其实现在有某些医院 其实他们可能没有这个冰箱 就是会用这个箱 来复充干兵 来做保存 我认为今天 从总统和国家 是我们不能够 把疫苗移动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这是很好的 因为我认为 他会很快可以 把整个团队的医院 接下来 总统的总统 希望我们可以 使用每一份 都在10天 听说你要戴一些 特别的手套 是的 第一个手套 就是我们普通的手套 第二个手套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保护套 给我们这个低温保护 还有我们要戴眼罩 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通常普通的疫苗 如果雪櫃坏了 我们可以说 不要紧了 我们可以 有其他方法去补救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不会坏 还有我们要确保 有很多同事 帮我们做这个工作 你知不知道 岁非这个疫苗有什么副作用 对长期病患者 或者身体虚弱的人 有没有危险性 现在最初博的数据 告诉我们 就是很大多数的病人 是会有 straction side pain 就是注射的位置 会有一些肌肉酸痛 这个对普通打疫苗 通常都是有可能 会遇到这个情况 再严重一点 现在有报道就是 某些人 会有很严重的过度敏感 现在的数据都是陆续来 我们没有大概的数据可以分析到 但是现在最终的recommendation 就是说 如果当有某些人 敏感是很厉害 就不会recommend 这些人去接种 除此之外 另一批不建议接种的人 就是孕婦 和刚刚出现病症的人 因为这两个疫苗 是未在怀孕的人 做过陈床测试的 还有当然 如果他们10天之内 有什么不舒服 或者有COVID-19的症状 我们都会recommend 他们暂时不去接种 曾经幻想过肺炎的病人 还可否接种这个疫苗 其实我中过招 4月 哦 是我中过招 你生病症的 你生病症的 你病症的时候 当然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有病症 就好了 可不可以接种呢 这个答案是yes 就算你好像我这样 以前有个 现在他们都是recommend 你去receive the vaccine 好幸好我们现在有第二种疫苗 出生了 这个是moderna 希望我们第二季 民众可以顺利接种 现在也有很多人问 有两种疫苗 第一次我打了 然后没有货 我去打第二个 行不行呢 现有的数据 其实是不可以 混合来用的 如果你第一次打了vizal的疫苗 你第二次一定是要打了vizal的疫苗 而巴西也是全球另一个 进行疫苗临床测试的国家 有超过12500位巴西的志愿者 参加了测试计划 其中一款疫苗 目前已经完成第三期临床测试 正等待数据公布 疫苗临床测试影响全球 大家都希望疫苗可以快点出现 其中英国 Oxford大学 和AstraZeneca合作的疫苗 在巴西进行掌测 同时巴西上保罗也想中国 买了600万剂疫苗 到底巴西人对疫苗 有什么看法呢 我要是解决的 不是问题 这位先生也会接种 中国或者英国疫苗都可以 反正有疫苗就可以了 他就更怕这个coronavirus 比这个疫苗的副作用更多 巴西已经有超过700万人感染 这么严峻的情况下 当地医生就觉得 要珍惜接种疫苗的机会 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人群没有必须得到 我们应该感到达到哪里 从来的疫苗出现 我们应该感到达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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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感到达到 因为我们应该感到达到 因为我们需要达到 疫苗的发展 这是第一种方法 其实在早在疫苗面世之前 已经有欧美国家 鼓励新冠肺炎康复者捐血 希望靠康复者血液中的抗体 为确诊者进行血清治疗 包括波兰这里 由于现在疫情的关系 有禁令 少了很多人上去捐血 血库里面的量是不够的 网上也看到一个留言 就是说他的爸爸 现在又得到肺炎 现在生命危在弹直 希望网上有些人 可以透过他们的血液中的抗体 去帮助他 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今天有个 波兰男子排球队 正中会在今天里面捐血 他们10月的时候集体感染 因为他们的血里面 现在有抗体 所以希望今天 就特意来这个捐血 占不到捐血 捐血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是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将它抽取 大概600毫升的血章 就可以做到 所以另外一个更多的问题 就是说是更多的 这些人是第一次做的 这是就对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以为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就是为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帮助他们的问题 而波兰政府 政府为了鼓励更多康复者捐血救人 还推出了两项优惠政策 现在政府推出了新计划 就是如果康复者在一段时间里 捐血章 帮其他感染或病危的人 可以得到两天的工作假期休息 另外还可以有高速公路的 非免费的津贴 2020年经历生生死死 充满悲情的一年 很多人都失去了希望 全球很多地方的出生率 也创了新低 不过在台湾 就有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 其实每一次打开电视看 这个疫情有多严重 或者今天有多少的确诊 令到大家都非常不高兴 但是台中这家医学中心 就不时传出很好的消息 他们今年成年 还有超过一千二百位的宝贝 在这里出生 今天我们还遇到医院 帮一对菲律宾的隆逢胎 慶祝散人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对45岁的菲律宾夫妇 结婚18年 一直都生不了小孩 于是就收养了四个小孩 不过为了一场心愿 今年一月初 他们专程飞去台湾做试管婴儿 因为当地的成功率 是亚洲数一数二 结果两夫妻喜出望外 今年三月成功怀孕 还是一对龙鳳胎 不过马上就遇上全球疫情大爆发 这对夫妇怀疑又不能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的医疗不向台湾 比较进步 怕你有问题 没有办法回来再做治疗 会被你再隔离 所以她就因为留在这里 Laura和她老公 决定留在台湾代产 龙鳳胎终于在十一月 全球疫情再爆发的一刻 来到世上 生与联世 两夫妻都有种莫名的感触 你现在感觉如何 非常非常幸运 因为这两个儿子 你非常幸运 因为这两个儿子也来到我们 对 所以有一个新的幸运 对 刚才我问了这对夫妇 为什么要在这样天灾人和的一年 选择让两个小朋友来到这个世界呢 他们就说 相信上天会有最好的安排 大家千万不要对生命失去希望 能够活着就是一种福气 下一节 我们会看看世界各地的人 怎样逆境自强, 重新出发 2020病毒席卷全球 各行各业一片屯门败雅 不过有很多人选择不认命 与其坐在这儿等运动 不如仍然而上, 自己创造机会 世界各地都是航空公司宣布要关门 而在泰国一家历史悠久的航空公司 虽然没有倒闭 但都已经申请破产 听着是申请破产, 不是倒闭 所以它依然提供有限度的服务 而它的工作人员 为了让公司有更多额外收入 就想出了一些特别的方法 既然没有生意 这家泰国的航空公司 就索性改装自己的总部 将它变成一间机仓餐厅 吸引泰国人来光顺 生意做得一宗就一宗 为了让顾客们一种坐飞机的感觉 全场的座椅都会换上这些飞机仪 别以为这里所吃的 就是一般的飞机餐这么简单 其实由于一个食物区一样 这里供应不少世界美食 有超过七个不同国家的美食供应 在某些主题餐厅里面 还有些吉祥物和食客拍照留念 这里也有, 但这里的吉祥物 原来就是一种的空中少爷和机师 第三样, 这里竟然有霸汤果 霸汤果不是说水果的一种 是泰文, 意思就是油炸鬼 在国际航空公司里竟然有油炸鬼卖 而且还很好卖 据称, 初三天最初发售的时候 竟然可以卖到七十多万匹 也不是很少 还有乐队演奏 乐队不是普通人, 是一些机师 相传如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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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这些就是窮之变, 变之通 而在日本, 千叶苑的调子电器铁道 有足足一百年历史 都算见惯风浪 经历过几次倒闭危机 不过, 今次新冠疫情的冲击 他们说是前所未见 四月至今, 车费收入下跌九成八 乘客数量只有往时的4.2% 贫乱破产边缘 不过, 竹本社长说不会放弃 还发挥无限创意 由铁道公司兼营埋造自媒体 开始自己的YouTube频道拍片 上网鼓人气 年度末には, 経営博士会合同 売れるものは何でも売って お金に変える 最初に1本目の動画をね アップしておけば今 再生回数60万ぐらい いったんですからね どんどん広告収入もね 増えてきてましたしね YouTubeを通じて どんな縁が広がっている 多い、 たくさん登録者数が はい 铁道公司还開業枚店 卖千叶苑的土産 湿煎餅和難食棒 疫情新常态 連古董級的公司 都窮得变、变得痛 オンラインショップ はい… ここで緊急した宣言後 ツイッター、SNSを活用して はい 半月1300万ぐらい 素晴 たくさんのネットだけで 1億円ぐらい い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すごいですね 調子電器铁道 位於日本千叶苑的最東辺 全日本第一個 看到新年日出的地方 所以每年除夕晚 都会有大量的遊客来到 見證新年第一度曙光 今次還有遊客专程来 為鐵道公司加油打氣 今年人人都work from home 非常有設計天分的日本人 又發明了疫情新潮品 給大家當成聖誕新年的禮物 今年我老公他一年都work from home 雖然多了時間陪我和小朋友 但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我有兩隻小魔怪 經常吵著他做事 昨天看到這個產品 我就以九秒九的時間 馬上買了 送給Kent做生日禮物 他是何人的? 是何人? 他是爸爸和Person的 太好了 好, 我們去找爸爸 生日禮物, 祝你 這是什麼? 太好了 先介紹一下 日本人叫這個結界障礙 放進去就可以看不到我、找不到我 還聲稱有隔音和隔飛沫的功能 給一心想自尋安寧的人 一言不合就可以自我隔離 而設計靈感還說是來自卡通片 戴紅為了逃避媽媽的疲勞轟炸 叫多拉A夢發明 這位日本老公用完之後有甚麼感覺 我發覺這座汽車的正確用途 其實是應該帶小朋友進來的 因為我發覺小朋友在裡面玩的時候 老公就可以很安靜地在外面做事了 疫情下, 摘經濟抬頭 個個都不出街 台灣人於是開拓新商業模式 去搶救業者 去搶救業證 台灣的一家居家通路業者 推出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將他們賣的居家商品 加上私廚的方式 將美味送到你的家裡 是特別的日子在你家裡 製造一些很特別的驚喜 戒節期間 台灣人將到會服務升級 私廚會帶齊工具來到你家裡 即場新鮮煮大餐給你吃 還會帶大小禮物 連同餐桌佈置都一手包辦 務求令你不用出街 都有酒店級的享受 這個服務是從2020年5月開始 就是母親節 其實那時候是疫情正攀上高峰的時候 與其等客人進來 不如我們走到客人家中 我覺得客人也不用擔心 我們的防疫工作是做得非常紮實 我們的餐具、鍋具 已經會先用專業的機器 做清潔跟消毒 進到消費者的家中 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 想恢復宵涼體溫 所以進到客人家中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安心 在大隨直 這群台灣主持有什麼新年慾望呢 我的慾望很簡單 除了剛才你說的疫情 趕快結束之外 希望大家可以早點在生活上 恢復正常的機能跟節奏 然後幸福滿滿,這樣就好了 今年真的一整年 大家都是卡在疫情的關係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身體健康 希望明年大家都可以工作順利 所以我們就大家慶祝一下 希望疫情快點過 好啊 太好了 願望得到達成了 好 面試一下 美好 希望現在正在經歷困難的人 可以平安度過這段時期 開心心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會見 希望2021年比2020年過得更好 祝大家精神健康 身體自然會愉快 在內心 今我慢,大家一起笑 我們會更加強勁 SUSU Cup 我們希望2021年 會為大家更好 我們不會讓疫情停止 這是一開始 我們都會有新的新興 消長明天會更好 希望大家可以 跟家人和朋友團聚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團結起來就最好了 我希望我們回到工作 他們會保持那一種熱誠 我希望我朋友和密尼遭遇到一年 祝福新年 祝福新年 就到了2021年 我相信接下來大家的願望 一定是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過去 我記得上一輯結尾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 社交是需要距離的 但愛和關懷是不需要距離的 來到年尾,我多學了兩個詞語 第一,就是要努力 把握每一天、每一分鐘 因為離開的時間 永遠不會再回來 第二就是保持正念 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 希望大家接下來可以脫下口罩 放下甲膜 再次看到你們開心的笑容 祝福新年 捅一天 几晨